《老庄漫谈》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老庄漫谈 要慢慢的谈 上次我们有提到一个音乐首都 欧洲的音乐制度 那就是奥地利的胃 不过我们还是要从音乐讲一点点就好 不然的话讲的太多的话 大家也觉得好像有什么问题吧 听得到这个背景的音乐吧 那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开始要给各位 就是一群很年轻的 从十岁到十四岁 叫做薇娜的少年合唱团 那少年合唱团呢 为什么要这么年轻人叫做少年嘛 不过在他们的这个认定里边 其实这个团其实是四个团 有四个团 那我们台湾呢 已经来过 算算从最早1961的时候 到现在大概来的第七次了 去年 去年大概在第七次 那这个团体呢 如果按照它的发展来讲 其实呢非常之早 已经差不多大概五百多年了 那五百多年的历史里边呢 当然有出了好几个名人 包括在我们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古典乐派呢 包括海盾都是团圆 舒伯特 但是呢 如果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讲法里边呢 到底呢这个团里边呢 有没有台湾人 有啊 台湾的小孩 现在呢大概有两个 那一个呢现在还在住美国 不过呢各位呢可以从这个 螢幕里边呢可以看到呢 他们的学校 因为在60年代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本来是一个花园 叫做奥花园 叫做奥花园 现在变成他们的一个学校 所以呢这些小孩子呢 要在里边等于讲 生活 学习 受训 所以呢这些小孩 一年有两次呢 那整个学校大概有两百多个人 大概有两百五 然后呢 经过两次的这个挑选 然后呢 进入到他们的预备的队员 然后呢受训 所以呢现在这个团体来讲呢 维也纳的合唱团呢大概有四团 那各位呢就可以呢 从这个荧幕上呢 看得到呢 他们在2014的话 来到我们的总统府 来这边呢表演 当然叫做拜访啊 那当然呢在 维也纳呢 他本身呢其实呢 音乐呢就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在照片上呢看到呢 就是第一位 在2009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何小弟呢 进入到所谓的合唱团 因为当时候呢 他爸爸工作的因素呢 就在维也纳这个地方呢上班 那 第二个呢上来呢 这个叫Henry呢 他是2014 那各位一定会想说 有这个维也纳的儿童合唱团 哪有没有女生啊 有 在2014的时候呢 就以前的所谓的少年合唱团 里面出生的 这位我们讲作曲的音乐家呢 他创了一个学院 然后呢组了一个叫做 维也纳的少女合唱团 所以各位呢 下次呢 到了维也纳呢 不光是呢 可以听到比较大的场面 也可以呢 听比较清新的音乐 就是我们讲少年的合唱团 不过呢 到了维也纳呢 并不光是只有音乐 有些人说 哎呀我对这音乐呢 真的是有点这个叫做顿啊 那没有关系 维也纳的东西呢 蛮多的 各位呢 可以从图片上呢 看到呢 这个画 这个画 提到呢 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 那这个战争呢 在早期的这个 所谓的维也纳的这个历史里边呢 其实算是第二次的 他是被围成 被围成 被这个土耳其 以前呢叫做奥图曼 所以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 有一次 然后呢最主要呢是在17世纪呢 1683 1683呢 当时候的这个土耳其呢进来了 那不过呢 因为呢 在围成当中 因为天气的因素了 三个月以后呢 因为天气凉了 又加上呢 最重要呢 是当时候呢 会有所谓的 间谍 那个所谓的间谍战 然后呢 包括呢 他们的战争的这个问题呢 所以 维也纳呢 这一次的围成呢 就怎么样 被解救了 那被解救以后呢 会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咖啡 所以我们就 从后面的这个地方呢 才跟各位呢 稍微聊一下呢 如果呢到维也纳的话呢 你如果呢 不想听音乐 或是呢音乐听了太多的话呢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可以作为你生活上 或是呢这一趟旅游里边呢 可以作为补充的游 各位听过维也纳的咖啡吧 刚刚我们讲呢 那次战争里边呢 很重要呢 带了一项的东西呢 进到维也纳 就是咖啡豆 那这个咖啡豆进来以后呢 就形成一种文化 叫做 咖啡的文化 所以呢 当时候呢 就在2011的时候呢 维也纳呢 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单呢 各位呢想象也想不到 你到了维也纳呢 他会有一种叫做咖啡屋的文化 喝咖啡的一个地方呢 当然叫做咖啡shop 或是咖啡house 他们称呼呢 叫做咖啡house 所以呢就在这个咖啡屋里边 他们形成了他们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那这个呢就是在店里面喝咖啡 那有什么了不起 咖啡 它是叫做非物质的遗产 所以呢 这个咖啡店里边呢 他们提到呢 说这个地方呢 时间跟空间任你用 但是呢 在账单上只有一项咖啡的钱 很简单 那这个咖啡店呢 开门的时间非常之早 不过呢 就在他们的叙述里边呢 很重要呢 第一个呢 要有大理石的桌子 有一个叫做 Tonet的那种藤条的椅子 然后呢 小包箱 最重要 还有呢 那个所谓的书抱甲 各位呢 就可以用这个联合果的 这个所谓的 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呢 就在这些这个东西呢 陈述下呢 就是说 你到了这个咖啡厅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或是呢 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椅子 好 这种呢 是一种叫做 这个藤椅啊 这种藤椅啊 那这个藤椅呢 是在十九世纪中的时候呢 发明的 那当时候呢 非常盛行 在巴黎啦 柏林啦 甚至呢 所谓的维也纳呢 这个地方呢 只要有所谓的店 或是呢 有任何一个可以做行的地方呢 大概呢 就有这种所谓的椅子 然后呢 加上呢 很重要的 你到了维也纳的咖啡厅的话呢 它的桌子 其实最早标准的桌面 它一定是大理石的桌面 各位呢 就在图片上呢 可以看到那种藤椅 有没有 还有呢 所谓的大理石的桌面 然后呢 附上呢所谓的咖啡 各位呢 可以看一下呢 在这个维也纳的咖啡里边呢 它一定会附个水杯 非常非常的精致喔 所以你在这个咖啡厅里边呢 还有所谓的什么 还有所谓的书报奖 所以呢 你可以呢 从早上六点 然后呢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大大雅 它不会管你 它也不会赶你 那你只要呢 点个咖啡 你就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边呢 你看呢 享受它的空间 或是呢 享受它的时间 free的 所以呢 各位呢 到了这个维也纳的 这个所谓的街道里边呢 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咖啡厅 那这些咖啡的house呢 在其实呢 在他们生活当中 或是呢 在我们的历史里边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呢 咖啡厅的这个历史里边呢 就有很多的争议啦 它的争议就来了 那到底呢 是谁把这个咖啡厅呢 建立起来 因为有咖啡豆嘛 那咖啡豆其实呢 如果按照这个资料里边呢 是有一个叫做Kursky 一位波兰的人 但是呢 这个波兰的人又引起很大的争议了 那这个波兰的人 是出生在现在的乌克兰 那当时候的乌克兰呢 是在这个所谓的波兰 跟所谓的立陶宛的 这个所谓的联合 应该叫做联合的邦言里边呢 他出生在乌克兰的境内 所以呢 在现在的乌克兰呢 在2013的时候 也有一个纪念碑 等一下你会看得到 所以呢 当时候呢 这位这个Georgie呢 是一位密探 是一位间谍 是一位商人 所以呢 当时候呢 他在在乌尔纳的围城里边呢 因为他要帮忙 所谓的乌尔纳这边呢 去出门讨救兵 去要求这个波兰的疾病队 所以Sobetsky呢 这个所谓的寄兵队的国王呢 来帮忙呢 解救威尔纳的围城 所以呢 当时候呢 所以Georgie呢 就把这个威尔纳的围城呢 解救 完成以后呢 他当然呢 这个国王呢 包括威尔纳这边的人呢 非常的感激他 那 请问你有什么要求吗 但是呢 这位所谓的密探呢 他要求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项东西 因为呢 我在出城要去讨救兵的时候呢 发现到奥图曼这个军队里边的帐範 有一袋一袋很香的东西 所以呢 当时候的国王呢 就赐给他 全部呢 大概三百包的 这个所谓的咖啡豆 咖啡豆包 所以呢 他就开了一家的 第一家 这个有问题咯 这个后面我们稍微呢 再跟各位分析一下 所以当时候呢 才开了一个 在蓝品之下的一个咖啡店 那 威尔纳的政府呢 也在所谓的转角的地方呢 立了一个雕像 来纪念这位 对威尔纳呢 这个围城有贡献的这一位 所谓的波兰人 或是呢 叫做乌克兰人 所以呢 各位可以从这个图片上呢 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个右边呢 就有点类似 有没有 类似所谓的奥图曼的人 所以呢 叫做土耳其的人 因为呢 如果按照这个传统里边的讲法 咖啡呢 是从非洲来 从伊索比亚 经过越门 到了所谓的阿拉伯的半岛 那藉由这一次的所谓的围城 把这个咖啡豆呢 怎么样 引进到 所谓的欧洲 所以 但是呢 如果是欧洲的这个咖啡豆的话呢 或是咖啡厅呢 最早的记录里边呢 有的叙说里边呢 是在马尔塔 在马尔塔 在马尔塔 所以进入到欧洲 那如果用这个中间的欧洲 我们讲呢 奥地利就是在中欧 所以用中欧的讲法里边呢 那应该呢 这个咖啡厅呢 最早就从威纳这个地方出来 那到底是不是这位波兰人 那有些的讲法呢 是说 NO 因为呢 在1683年是围城 在1685的时候呢 有位阿米尼亚的四个商人 他们合开了一家咖啡厅 那这家咖啡厅呢 应该算是第一家 所以呢 这个就有点争议了 我们刚刚提到呢 到底是这个波兰伊的 或是呢 是阿米尼亚伊的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争议了 因为差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后来呢 当然这家咖啡厅呢 也所谓的结束了 不过呢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 威纳市区里边呢 他有一个公园 也是用这个阿米尼亚的人的名字 作为一个公园的名字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波兰人呢 他其实呢 是在街道上 转角的地方呢 有立一个他的这个纪念碑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来讲呢 如果各位呢 有到过威纳的话 或是将来 再去的话呢 各位呢 可以顺便的到 San Stephen教掌前面 对面 就是这类家 有的讲法呢 算是第一家 那不过呢 各位如果呢 算是第一家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争议啦 到底是哪一家 是波兰人的 还是阿米尼亚人的 无所谓 到了威纳以后呢 你去点个咖啡 到这个所谓的咖啡厅里面 坐一下 但是呢 我要点什么 要点哪点呢 不是不是不是 加牛奶的 那个最标准的威纳的咖啡呢 叫做明朗许 所以呢 不要点Expresso 如果呢 你是纯威纳的咖啡 因为呢 它有不同的 所谓的牛奶的成分 那在这个所谓的咖啡厅里面呢 其实出现了非常之多的政治的人物 各位可以从这个图片里面呢 可以看得到呢 应该很多的共产的 所谓的领导 共产的思想 都是从咖啡厅里面过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呢 尤其呢 在中央的咖啡厅 这个是最出名的一家啦 之一 不是只有一家而已 因为呢 它是好几家的咖啡厅 那各位呢 如果呢 你从这个照片里面呢 最下面 有一些那个 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应该叫做人形的塑像 各位呢 如果呢 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呢 咖啡的文化 应该呢 听过很多的传说 包括呢 我们讲这个阿德伯 这位作家 他写到的这个 叙述到咖啡厅 对他有多大的影响 他说呢 如果你找不到我 那我一定在咖啡厅 那你如果呢 在咖啡厅找不到我 那我一定是在往咖啡厅的路上 你看 这个人呢 对咖啡有没有 进手 这个所谓的职责 有啊 所以很多的咖啡呢 你在咖啡厅里面呢 很多人 非常的吵杂 或是呢 叫做非常的热闹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呢 可以孤独 但是呢 你不会寂寞 谢谢